花莲南区玉里和富里两大金针产业观光重镇 最近两年受地震台风重创损失非常严重 相关的产业复苏情况还有交通灾后的重建进度 县一会农业小组高度关系 也特地到现场来考察 期盼县政府可以尽快来协助重建 才刚从0918强震灾害中站起来 花莲南区玉里以及富里两大金针产业观光 这一次接二连三台风重创又再度面临严苛的考验 现一会农镇小组高度关注 今天特别有总招邱光明 二招哈尼加灶与小组成员专程来到现地考察 除了关切灾修及重建的施工进度 现议员战金副针对的竞争观光产业的附阵 与整体施工交通安全的维护相当重视 此外针对的宪政部简报说明 竞争加工农产的产销辅导 竞争花季观光产业设施的加强 流化政策与产业行销等议题 农政小组成员也高度关注 提出诸多建言讨论交换意见 我们今天农业小组赚程来看我们的灾情 其实灾情是蛮严重的 修复的时间可能要蛮长的 那我们小组 我们农业小组会一直来追这个案子 能够尽数能够完成整个的道路的通行 获连南区玉里茨科山与富里乡六十淡山 竞争农产与花季产业观光 为花莲重要的农业观光重镇 但近两年来 接连遭受地震 台风的侵袭破坏 仍能勇敢站起来 现英会农政小组也期盼 县政府能尽速协助重建 让南花莲的竞争产业观光 能如玉火凤凰般 再现风华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